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Instagram年轻人爱用 进入Instagram之后呢 有一个加 您可以透过加 来将您手机的照片或影片 当作贴文贴出去 如何做呢? 我们进入InstagramAPP 就会看到上方有个加 您选择加 就出现贴文页面 这边有个图库 这里的图库 内定是你目前手机里头的照片或图片 您可以选其中任何一个图片或照片 选完 你就可以继续向右键 那可是你贴的不止一张图 当你选到这个图的时候 它对应的图就会出现 可是我想换图的话 就去选别的图 当你选了其中一张图之后 您发现我要不止一个图 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你选了一个图 选择多个 这时候刚才你所在那个图 就会标号为1 看你还要再选谁 你在另外的照片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陆续出现 2 你用再选其他张 又出现3 一词类推 当你选了3张 更多张 你就再继续挑 如果想取消 再点一下就取消 所以原则上 我们让它出现了标示 123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 要来张贴 你选好了3张之后 选向右键 就是继续 继续玩呢 再往下 再继续 这时候 图就问你 还要不要做一些设定 原则上 我们就打勾 选勾就可以了 那就把你刚才选的照片 变成一个贴文了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我选Instagram 运入Instagram 那上方有个加 选加 加进来之后 目前图库是你手机里头的相片或影片 那我如果点这张 就出现这张 我点这张 就出现这张 那这张要不要调整 是选这个 调整 这正好 全部都可以看到了 我选这张 要不要调整 点这样子 放大 点这样子 调整 每张照片 需不需要调整 由你决定 那你选了某一张 要张贴 选好 适当的大小之后 选向右 就继续去张贴了 我一个贴文里头 要张贴不止一张照片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选了一张 第一张 那这一张里头呢 我把它调整一下 好了 这时候你要选择多个 点下去 那你目前这张呢 就标号为一啦 那你要在另外一张 就选另外一张 是不是标号为二啦 看要不要调整 再选另外一张 看要不要调整 有你决定 所以我选了三张 就按照我 一二三的顺序 OK啦 我就选向右键 向右键就是这三张 我再继续 这时候问你要不要 这些设定 我们就是打勾 不用啦 只要打勾就行啦 这时候就帮你 张贴啦 他告诉你即将完成啦 所以你这三张照片就贴上去啦 第二张 第三张 三分之三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